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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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 Ton 我們出去了 看到桌面只有三件事 就知道我們的材料 非常之簡單 所以做法一定是 並不單純 今天我們會做一個 瑞士的菜式 叫做 Potato Rusty 我不知道為什麼讀Rusty 但我聽別人這樣讀我就這樣讀 那是什麼來的呢 很簡單的 薯餅 就是一個薯餅 但是是瑞士式的薯餅 材料真的沒有特別 甚至不用這個 是這樣的 因為如果是薯仔牛油 鹽 加了洋蔥之後 整塊就變得有少許口感 還有帶點甜味 好像很棒 你們自己喜歡吧 喜歡不正宗就加起來吧 另外一件事 你覺得不正宗也可以加的 有些人會加蛋 有些人不會加 其實加蛋 是會成功率高一點的 因為始終每一個地方做的薯仔 都太過不同了 因為 所以 薯仔不同產地 一不同 它的質地 它的質感是完全 兩個世界 變成了 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加蛋 就會成功率高一點 就算你是很散 結構不是很適合 你都可以有機會做到成形 就不會成頂的散 還有有幾種的 你可以做到 一底個很大的 你可以做一小塊一小塊 一小塊一小塊 當然是容易處理 容易熟 容易蒸 容易攪拌 但是一大塊 就好像比較帥 然後切開像薄餅一樣 那它通常是怎樣吃的呢 通常是一個伴碟 是很適合配在那些扒 旁邊的 如果你平時做的薯蓉 你又覺得很煩 又要磨這個 又沒什麼新意 那你就可以試一下這個 這次我們需要的薯仔 有要求的 就是盡可能粉一點 還有它會黏一點 那它就會結合得好一點 如果你那些很硬身 很爽口 有時候有些薯仔很爽的 不知道為什麼 你拔東西你就知道了 就會很怪的 我們香港最常見 一天是中國的 一天是美國的 那當然要買美國的 普通薯仔可能是半小時會軟 開始那個薯仔 因為如果你同一時間這樣放下去炆 有機會會融化 變成一堆東西不見了 會直接消失了 那就... 但說三個那些就找你拔的 我覺得就... 計重量 讓我700g 因為舊舊不同的薯仔 有些這麼小的 如果你說三顆 那就錯了 去皮 如果太多泥呢 你就要洗了才去 因為你刨的時候 會把泥都吃掉 另外有一件事你要斑的 這次有一個特別的器具 就是大的 刨菜的那個刨 不是我現在手拿這個 是刨蘿蔔糕那個 因為這次我們需要 把薯仔刨成C 如果沒有行不行呢 我不敢想像 怎麼找手切 很便宜的 十幾二十塊的 那個刨 大致材料份量 可以在螢幕上看到 然後下一步 拿一個刨出來 就是這個 這樣 我們用最大那個洞 然後就這樣放刨 你可以慢一點 因為都危險的 太快 就快刀手就切斷手了 去到差不多一刻 你會看到這樣的 那你就轉它 不要那麼近 然後剩下一顆就算了 你可以用刀切掉 之後那個步驟就有趣了 因為你可以提煉到 一樣很有趣的東西出來 拿一堆薯仔 放在手上 然後壓它 將薯仔汁全壓出來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如果你不敢做 那些薯仔會太濕了 你的煎也是一個糊 你煎不到變成一個薯餅 變成你一定要做這一步 一次不要那麼多 那你就可以壓到很多 薯仔汁出來 有沒有覺得很神奇 明明吃薯仔 你只會平時覺得薯仔乾啊 蟹啊 但不知道為什麼 你看 壓完有那麼多 那之後呢 你就會得到 一盒這樣的薯仔汁 這一盒的薯仔汁呢 非常之有趣 我倒了它上面的水 你看到 有一層 飛牛頓流體在下面 好像生粉水那樣的 這一些呢 就是薯仔粉 因為薯仔裡面的粉 好像可以縮粉那樣的 那有什麼會是這些東西呢 片栗粉就是這一堆東西 你可以焊乾它 然後磨成粉 然後它是可以當 縮粉那樣用的 但我試過 就這樣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變成黑色的 沒有我都是講一下 純粹是有趣的發現 那之後呢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調味 少少鹽少少黑椒 粉就可以了 那這個份量呢 雀膜啦 半斤就太多 四分之一就太少 這樣咯 你就根據你自己口味了 接著黑椒 又是隨意的 你預料 麵已經灑了有少少就可以了 接著呢 就可以拌勻它了 你喜歡加蛋呢 現在可以加 有人會加麵粉的 為什麼要加麵粉呢 因為你剛才也知道了 我不是很多水分滲了出來的 變成有那個麵粉 就會令它結合得好一點 它會吸收了那些水分 這樣呢 就會成為中間黏著黏著的橋樑 一斤仔而已 一多呢 你那個就變成餅了 即是有麵粉的質感了 油它這樣在這裡攪一攪 我們呢 會需要用到牛油的 因為呢 牛油是整個味道最重要的部分來的 真正呢 做這個東西呢 他們通常會用兩種不同的油 第一個呢 就是用 鵝油 會超級香啦 因為你知道薯仔本身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那如果不是有鵝油 那用什麼油呢 就是牛油 但是牛油有個缺點的 我們同時在街上買到這樣一磚這些牛油 其實它是不煎得久的 很容易焦的 就這樣普通牛油 所以他們會用一種叫做澄清牛油 那是什麼呢 就是煮一煮它 融了 那些會焦的成份呢 其實就會沉在底的 油就會在面的 你拿走下面那一部分呢 上面那部分的油呢 就沒有那麼容易焦的了 那但是我們弄這麼大堆的東西 就不... 什麼啦 好像很複雜 那還有呢 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一半普通油 一半牛油 兩樣東西夾在一起 那其實就可以令到它沒有那麼容易焦的了 那我們呢 準備一個 有這麼大的份 可以煎完這份東西的那個瓶子 之後呢 我們下一點油 都不低的 多的 因為這個東西呢 最主要就是油的了 油就是它的味道 和它的質感 它好吃就是因為多油 煎到那些薯仔很香 然後呢 裡面又很軟熟 不要想...不要想健康了 它已經健康過薯蓉了 你想想 一大塊牛油放下去 那這個都不算多油的了 然後呢 牛油 好 一塊 這樣 煮溶它 你看到那些白色的部分嗎 那些白色的部分就是會焦的東西 那你看到呢 現在好像很多的 我們會倒一半出來的 我們只是預先把它們兩者混合 那待會我們方便 待會的 那呢 就倒一些出來 倒淨三分之一 因為我們中間呢 會這樣淋一點油在邊 讓它邊再煮得好一點 再煮得好一點 那呢 用中低火燒好焗喔 因為呢 這次這個東西都是不大火 一來啦 我們有牛油啦 二來啦 那塊東西呢 很厚的 太過...快熟呢 那個面 那裡面呢 就不熟的了 尤其是我們有洋蔥 洋蔥一不熟 就很明顯地咬下去 那差不多呢 就將那些東西 放進去了 將它攤平 那呢 平了呢 就可以收一收邊位了 還有東西要做的 不可以離開它的 不可以由它煮的 通常你的電磁爐呢 那個快熱線呢 就是在這裡 那旁邊呢 其實煎不到的 就是它的顏色會超級不均勻 去到這麼大塊 所以呢 你可以這樣移過一點 上下左右這樣 taking to a met 所以火etrém 你已經 你都可以發揮創意的 如果你已經 уже не adequate 煎肉 芝士 火腿 菜譜 熊仔 熊仔,阿林 震驚外國人 熊仔也好 這個東西純粹是耐性 耐性的 因為你不能不看著它 剩下一點油 你可以現在輕微放一點點下去 在邊上 可以防止它黏著邊 等下起不出來 原來邊有些少許炸的效果 會再好些 然後剷一剷邊 讓油可以滲過底 不然你待會反的時候 會滴到成功 因為也是 那怎麼猜呢 我們又不能反轉看 因為它是會散的 你看到煙還是這樣上 有些很有動力地上的 你還可以的 如果你看到煙是很慢 這樣就有機會底部 有些位置已經很黑了 但如果你真的很心急 怕的 都沒事的 你可以反轉看的 我們找一隻跟它差不多大的碟 先拆一拆它 確保它應該是起到的 之後呢 蓋上它的碟 之後反轉它 反不到 不要緊 再拆一拆 再來 再拆一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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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拆一拆 確保它每一個位置都有油 否則就會像剛才那樣的位置黏住了 之後呢 把我們的東西放回去 按照是一樣 用剛才的方法 煎完兩邊去 另外那邊應該會快一點點 如果你覺得OK 你就可以反了 啊 都是黏這個位置 怎麼那麼差 黏一些啡啡色 Photoshop In real life 多好 修補得不錯 就是這樣 完成 Yay 那我們呢 今次這個 瑞士的薯餅呢 就完成了 我們馬上去吃一下吧 你以為是 沒有那麼油膩版本 的薯餅呢 就是你平時在街上買的那些炸薯餅 有洋蔥好一點 我還是覺得 非常簡單 純粹浪費一點時間 好 那今集呢 來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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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 拜拜 哇哇哇哇哇 差點沒有東西吃